一个烙蛋的小姐姐 小姐姐 是在等车吗 我好想你 我这边有车子 可以招你一段 我不坐黑车 谢谢 你看 我这个车子是白色的 神经病啊你 放心吧 免费的 不收钱 太好了 不仅漂亮 还四个彩米 这么收钱 真的 我就喜欢这种会过意子 小姐 方陵几何 有没有男朋友啊 能不能加个微信 怎么这么多问题 你到底走不走啊 不走我下去了 好好好 走走走 不能就这么走呢 我刚才看你一个人站在路边 好像心情不好 你失恋了 我好像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说哭就哭啊 是我说的不 说我说错了吗 别哭别哭 我们这就走 他是真能哭啊 小姐姐 我们到了 别哭了 这是哪儿啊 这地方不对啊 那你也没说去哪儿 果然免费的车不能坐 什么人了 小姐姐 嘿 这也蛮女友 小姐姐 真的不能留个微信吗 干的漂亮 这趟活 白喇了 这不是那天偶遇的小姐姐吗 怎么摆 我好像你 最新款的 很贵 小姐姐 好巧啊 你也在这边买东西 又是你 他谁啊 你这男朋友 什么呀 一个黑车司机 开黑车 只是我的副业 我那是白车 其实我是 小姐姐 这个是明天的这台中华器 您可以来这边结账 哦 是 他又接我 这也蛮女友 那么机会来了 你闺蜜 他有没有男朋友 平时在哪上班啊 我去 同款傲娇 没关系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里的东西啊 随便挑 都闷在吗 真的 还贵贵的 没问题 眼思个彩米 我就不信拿不下他 那个 你们老板是个女的吧 她今天在吗 你是来面试的 还是来干嘛的 不好意思 姓名 张晨 年龄 28岁 什么学历啊 宾夕法尼亚大学 经济学和心理双学位 学历还行啊 一般般吧 简单说一下 你的工作经验吧 前两年主要是 给我爹打工 什么 就是家里有几个 红酒庄园 我就负责给他 看看院子 哦 那除了看院子 你还有什么 其他的技能吗 后来呢 就自己自主创业了 开过两家公司 一家做互联网运营 一家做传媒 那请问你来 我们这边是什么岗位 你们这有什么岗位啊 我看那个招聘信息 好像就上个 保洁的岗位了 是吧 知道你还来 拜托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好吗 其实我就是冲着 这个保洁的岗位来的 什么 没关系 我可以不要工资 哎呀 原来是个高付财啊 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保洁也行 嗯 忙着呢 爸爸 看他这眼 他会要我吗 第一天来他公司上班 静言安排我啊 在外面插拨的 舞蹈不让进 可算进来了 不能这么漫无目的地插 得想办法竭尽他 我试探 再试探 我疯狂试探 有反应了 哎 你能不能别从上 我眼的下晃悠了你 烦不烦你 老板 我扫地呢 这块地都快被你扫 吐蜂皮了 你放过他们吧 啊 没事老板 地扫坏了 可以从我的工资里面扣 被感动到了吧 你不是不要工资吗 哎 你哪来的工资 还从你工资里扣 赔得起吗 我的意思是 在劳动的过程中 有任何的损坏 我都可以自行承担的 老板 这才是工作该有的态度嘛 谢谢啊 老板 老板 我这卫生都打扫了三遍了 还有什么吩咐吗 有 什么呀 我眼前消失 好的老板 老板 今天下班 有没有时间啊 有一个电影 我想叫你一起去 好的老板 别灰心 对待女孩子 要有内心 老板 老板 等一等 你回家去吧 请问我 跟着我干什么呀 下班了 我刚才看 还不是看你开会 太辛苦了 咱们能不能 晚一块吃个饭 你还敢提刚才开会的时候 我带你跟甲方去谈个合作 多正式的场合呀 你没事吧你 你一会给我倒个水 一会给我抛个媚眼 你想干什么呀 我 我还不是因为喜欢你 喜欢我 喜欢我不分场合的是吗 你没有看见人王总跟李总 一直在翻白眼吗 人家王总去年刚离婚 剩下三个都是老光棍 公共场合秀恩爱洒狗粮 你有没有功德心啊你 老板 老板老板 那 刚才看你去洗手间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这个围巾挺适合你的 天气凉了 你要注意照顾好自己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罗承 罗承是谁呀 我在这茫茫人海 当老板变成电线杆 老板 你冷吗 我不冷 这个围巾很暖 我意思是我冷啊 那你饿吗 我看你在这已经靠了十分钟了 我们去吃饭吧 我不饿 你想吃自己去吃的 你是很喜欢这根柱子吗 是啊 我就是很喜欢这根柱子呀 这 这不就是一根普通的柱子吗 这怎么是一根普通的柱子 它就是那种满大街随处可见的普通柱子呀 这是我跟罗承最后一次道别的地 所以猪子都变响了呢 那我送你一根一模一样的 放到你的办公室里 你每天都可以靠着它 走吧吃晚饭去吧 您就是好骗 我怎么会搬运公公设施呢 他大晚上约我出来 难道是想跟我表白 我好想你 哎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这都几点 老板 你这刚给我打电话还不到五分钟呢 我 我为了赶过来 你看 连鞋都没穿 他还好意思笑 老板 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 我想我前男友了 好狠一女的 把我当围台来呗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地方挺高的 我知道了 他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的 你说什么呢你 哎 你这人怎么这么行 这个是我跟罗崇 之前常常来约会的地方 你看这车来车往 多浪漫 惊巴响 哪有车 车是挺多的啊 浪漫个屁 我想回家把鞋穿上 去看看他在干啥 老板 竟然是要敲门了 我好想 我错了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敲也白想 老板 我 老板最近心情不好 你不要去惹他 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哪了 他以前可温柔了 他最近刚失恋 心情不好 哦 这个我好像有所耳闻 是那个叫罗成的男人吗 对 那是我们公司以前的宝剑 他对他可好了 每天早上给他买早餐 下班还送他回家的 哎呀 老板 这班时间 谢谢四语 第一次为了干什么 我在 下公司不想要 我再提点他 好好干活 不用窃窃私语 紫叶卖堆有 又是你 哎 你保健你有工位吗 谁让你坐在那 饮水机没水了 你不知道换新的呀 天气这么冷 连风热水都喝不上 你是不想干啊 老板 这一步说话 老板 喝杯热茶吧 大郎吃药了 哪来的热水 老板你看 这是我在拼多多的早点茶店铺上买的多功能养生壶 自动保温功能 尤其适合冬天怕冷的小姐姐 还有这个粉色萌萌达保温杯 是我在拼多多的宁家好杯子店铺买的 天冷了 要多喝热水 老板 滚烫滚烫的怎么喝呀 它虽然烫 但是它是热的呀 老板 给我回答 有了它 你就不需要罗承了 那罗承能给我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 这水壶行吗 如果你确定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可以代劳的 想了还挺难的 奈何详细听 屋里擦完了吗 老板 已经擦过了 那就再擦一遍 夜水好喝不 在公司的跑腿一场 老板 是饼干挺干的 喝口水吧 挺贴心的嘛 谢谢 小白 谢谢 老板 这个 水 给报修一下呗 多少钱呢 不贵 四瓶水两个抽值 五百六 金水呀这是 繁老环桶水 忘情水 谁让你自我主张买这么贵的水 他也太可恶了 我平时就喝这个水 要不还是付一下吧 我没有像你这种高富帅这么有钱 我的手机坏了 没法扫满了 他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儿 没有工资就算了 还每天往里达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我是他 我手机真坏了 你别在我面前疯狂试探 疯狂暗示我了 行吗 我真的没法扫码 不是老板 要是真的坏了的话 那这个送给你 下次就方便你 骚马 你这最新款的 这怎么好意思啊 但这现在是比旧的好用吗 好不好用我不知道 反正肯定能扫码 看你这段时间呢 对公司也有一些贡献 要不然我给你涨涨工资吧 老板 我没有工资 你怎么涨 那就给你一点工资吧 老板也不是那么抠的人 去惠子那顶去 这个财迷忽颜良心发现了 小白 刚才老板说让我过来找你来 涨500块钱工资 哟 我可都听见了 送了老板一个手机 涨了500块钱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 我有那么蠢吗 这其实是 告诉你们个薅羊毛的好机会 拼多多为了庆祝七周年 苹果14pro限时降价 活动限量1000台 数量有限 赶快点我评论区链接去试试吧 原来花一块钱涨了500啊 我看错你了 你不是个小机灵鬼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 哼哼 挖最少的成本 好最美的妞 不愧是我 赶 赶 老板 老板